我要看見 如同薄熙 看見你的榮耀 我要看見 這時代 要看見你的榮耀 這時代 要看見你的榮耀 這時代 要看見你的榮耀 不難 就讓我留在你的頭在裡 能不能 賜我力量 讓我更多愛你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你的眼中 獻上清白 全心全意來愛你 我屬於你 你是我永遠的福分 只想日夜在你的眼中 獻上清白 提起在你的榮耀 提起在你的榮耀 世上一切變淡淡 祝你一晚 我還能有誰 我屬於你 難不難 就讓我留在你的頭在裡 我還能有誰 能不能 讓我留在你 我還能有誰 能不能 讓我留在你 能不能 讓我更多愛你 能不能 自我力量 讓我更多愛你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你的天中 獻上清白 全心全意來愛你 獻上清白 全心全意來愛你 全心全意來愛你 獻上清白 全心全意來愛你 全心全意來愛你 曲名師 帶我們當高 追溯真的很高興 能夠再一次在你面前 知道神祢愛我們的故事 軟然繼續在流傳 謝謝你 這世界有太多事情在發生 追溯 跟我們說今年開始 我们教会要脱胎换骨 因为我们领受的恩典已经够多了 非常的多 非常的丰富 让我们在这条道路里面 如何说说 能不能让我一直保留 与你同在 留在你的爱里面 留在你的安息当中 我们愿意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留在你的爱里面 我们一定要成仗 我们一定要大胜仗 我们必须要在这世代里面 要强生 耶稣求求你帮助 因为你跟我们同在的时候 我们就一定是肝强壮大 让我们在这世代 所看见的不是胆怯的心 这世代的所有的声音跟论调 好像都是似是而非 但是我们在道路当中 完全做的时候 我们不再害怕 因为你以我们同在 我们还怕什么呢 耶稣让我们在这条道路里面 淡淡的向着标杆直泡 你的标杆是绝对是完全的 你的标杆在我们当中 是绝对没有任何打折扣的 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 所走的道路也是完全的 当我们一旦想说我要完全的时候 真的我们要改变很多很多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 当我们一改变的时候 我们变成全人就变成喜乐的 全人真的说不出来的喜乐 说不出来的平安 要与我们同在 让全教会都在你面前 享受这样的一个完完全全的喜乐 让这个教会不要变直 让这个世代里面的我们 能够站在这条道路上 专心的向着标杆直泡 谢谢你 这世界的声音那么多 但是我们里面听见的 就是单单主人的声音 谢谢你 我们越是以你的声音为众 我们就发现我们越有能力 因为我们所得着的平安是 世人不能得着的 他们所看不见的 但是我们却看见 你告诉我们说我要看见 我要看见摩西的所看见的 但是摩西所看见的 那可是翻天覆地的 那可是很大的争战 我如果要看见这摩西所看见的 最初让我们的世代也是翻天覆地的 为是完全改变的 我们要看见 真的 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 我们是认真的祷告的 我们说祈求的时候 我们是要单身的来祈求 让我们在这条道路里面 得着那上头来给我们的允许 我们向着标杆直泡的时候 我们的力量在那面前 就是圣灵给我们的生命的力量 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要允许给我们的 你既然允许在我们当中 你让我们看到印记 最初让我们看到印记 要当我们在那面前 悠闲痛悔的时候 主耶稣我们知道 那印记在我们身上了 对我们自己 对世代都是一个 悠闲痛悔的心 但我们在你面前 翻过来的时候 时代有翻过来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那个印记是那么的完全 而且有一天是在 天上国度的 献上感恩 引导我们今天在你面前 祷告会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气 阿们 把荣耀给你生好不好 耶 每一次在神面前 我们总是这样喜乐 耶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喜乐的心 喜乐的心 你应该是很振奋的 好 用喜乐的心跟笑容 跟旁边说耶稣爱你 耶 耶稣爱你 那我们带着喜乐的心 我们盼望盼望盼望 在这其中 昨天我们刚从 悠闹回来 那我们又再次看到 好多好多 令人兴奋的一个事情 那今天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 这个生命里面 这个礼拜 我们有没有背圣经 有 然后我们有没有背到里面 最后说 有一天我们在空中 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怎样 与主怎样 永远同在了 弟兄姐妹 你要不要与主永远同在 与主永远同在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想象 说有一天我们与主同在 那时候其实我们 每次出国的时候 都很开心 那最累的就是 又要去海关 然后要两个小时前 要去检查这检查 那我们就跟同行的弟兄姐妹说 我们什么时候 人类能够发明石关机 就是Dora AMO那种石关机 那出国旅行就方便多了 又欢喜快乐 又不用做这种 什么海关旅行 海关的检查 那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来了解 那时候我们就说 是不是有一天我们在天国 就是像石关机一样 弟兄姐妹 我猜真的是 真的是 因为在天国没有时间跟距离的 这样的观念问题 那是超越时空的 就好像耶稣互活之后 今天在加利利 你们去加利利 我要在那里向你们显现 然后今天又在这个 耶路三人向你们显现 又在感染上向你们显现 耶稣什么时候走这条路了 耶稣都没有走这条路 耶稣就直接消失 然后在指尖那边出现 我告诉大家 有一天我们互活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今天你负责火星 那个 这个四红你就负责金星好了 好 那 这个 我比较讨厌谁 就负责太阳好了 水生火热 开玩笑 弟兄姐妹 其实有一天 我们是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万物 有没有 你相信吗 弟兄姐妹 那时候你说关联 哇到银河几十亿关联 我跟你讲 那时候你心里面说什么 就是什么呢 所以超越我们物质 像样所能够明白的 弟兄姐妹 今天直接跟大家来讲 有一天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问题 就是像 睡了的人的问题 论到这种 睡了的人 那弟兄姐妹 睡了的人是什么呢 我的家人 我爸爸那一代 陆陆续续 公园路金星辉 那个老师母也过世了 那我的叔叔 前三个月也过世了 那我爸爸那一代一直在过世 那我就好像照排队 就轮到我们这一代了 那我们在思想就说 论到那睡了的人 弟兄姐妹 我常给自己一个警惕 那睡了的人的时间 过得很快 很快不知不觉 就到我这一代 我还记得我阿公阿嬷过世的时候 我想真的是 但是没有想到 我阿公阿嬷那一代过世 也很快轮到我爸妈那一代了 今天我们这一代 我们如果 现在还不知道抓住重点 那我们生命真的是 措施了那些重点 跟生命的荣耀的重点 有一天我们真的是 失去天国的荣耀 弟兄姐妹 我们不怕死 但是我们很怕 没有得到允许 有没有阿们 跟旁边说你一定要得到允许 不要怕死 不要怕死 但是你有得到允许 其实不是说 得到允许明天就会死 你得到允许 你会活得更有力量 再讲一次 得到允许 你会活得更有力量 真的 因为不但活得久 而且活得每天都充满喜乐 真的 你得到允许 你会活得更久 我不是开玩笑的 因为圣经有讲过 你如果得到允许的话 你神就给你一个药 什么药呢 喜乐的心 其实很奇怪 其实很多的文章都说 你有喜乐心的时候 身体自然会分泌 让你身体健康的因素 然后各种器官 各种的 一整理喜乐心 就慢慢的好像越来越健康 如果你哭忧伤 每天都在那边嫉妒 生气 那身体所发出来的毒素 就越来越多 那你就不但活不久 而且不痛苦 那你如果喜乐的时候 弟兄姐妹 不要听什么 不能喝咖啡 不能吃麦当劳 什么 管他的 你只要的喜乐心 全部都没关系 全部都没关系 我们最近 我去日本 然后他们就给我一个文章 说一百零几岁的人 哇 他每天走路好快乐 他说我最喜欢吃麦当劳了 我汽水 都白开水喝 你看 弟兄姐妹 不要去听那什么 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重点是你要喜乐 你喜乐的话 其实日子过了就是最畅快的 你什么饱身都有 然后每天忧伤 每天痛苦 其实你还是 在忧伤当中死得很惨 弟兄姐妹 我们 真的不怕死 但是我们要活得有尊严 弟兄姐妹 赶快来说 在这个简单的讲 有一点神学的东西 但是这一点你们必须要了解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 就死了的人 但是我要强调 在耶稣里面睡了的人 弟兄姐妹 很多人不是在耶稣里面睡了 真的 你不要以为你是基督徒 就是在耶稣里面睡了 我们最近在查圣经都有看到 在基督耶稣里面 你要彼此饶恕 有没有 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得到的能力 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合一 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平安 弟兄姐妹 圣经 你如果打基督耶稣里 哇 你会一大串 在基督耶稣里面的那种东西 才是真的 你信基督徒 信基督教讲了一大堆平安 却不是在基督耶稣里 那些平安都是假的 你在 你说我是基督徒 但是你不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饶恕 那也是假的 你在 你说你是基督徒 在基督 不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得到的能力 也不是真的 弟兄姐妹 教会不要大 但是教会一定要强 强了以后一定会大 那个大不是人数多 那个大是影响力 影响力 有没有阿们 弟兄姐妹 我真的感觉到以前事情就是说 这世代 真的论掉让我们觉得很 很伤心 有些教会就变成 大部分教会就是 不要惹事最好 弟兄姐妹 那我们就在耶稣里 等一下我们会解释 那这些人有一天 他们会跟耶稣一起从天上带下来 有些人说 那些人到耶稣 我怀抱人 那是你的灵 那是你的灵 所以圣经在讲第五支 第五个印 第六个印 第七个印的时候 都在讲到 在 耶稣在国度里面的祭坛下面 神的祭坛那边 有好多预备要复活的灵 向主说 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你知道那时候这些灵都在耶稣那里了 但是那时候都是灵 都是灵 灵归于士灵的神那里去 但是到第七支号筒吹响的就是圣经所说 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 神说要把他们一逼 将他们跟耶稣一同带来 一起带来 然后我们地上的 还没死的这些人 那我们还活着还存留的 要一同被提 弟兄姐妹 这些人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死的 就是一生为主而活 一生为主而活 最少他的信主到死之前是完全的 弟兄姐妹 信主的那一点到过世那时候 是完全属乎主的 这叫完全 有时候五十岁信主到七十岁死 但是五十到七十是完全归于主 那叫完全 叫完全 有人十岁信主 那五十岁便捷 五十一岁死 那就是零分 了解吗 这一点一定要了解 就好像打球一样 你打满前三节打得很漂亮 第四节输了 全盘输 了解 你前三节输 最后一节逆转而胜 全部都赢 所以弟兄姐妹 你如果六十岁信主到六十一岁死 那你是什么 你是完全 因为你信主的时候 一切都过去的 都变成什么 新的 所以从六十岁开始 算六十一岁死 那一年是新的 你就是完全 就是完全 弟兄姐妹 赶快 那你就说 哎呀那我要到 我要到信主前一天才完全 可以吗 弟兄姐妹 可以吗 第一个你猜不到 第二个 神还说了一件事情 你可能不了解 所谓完全要有工程 要有工程 也就是你在完全里面 为主建造什么工程 在天上的赏识是不一样的 所以弟兄姐妹 趁早赶快信主 然后建造你生命的工程 然后建造生命工程 你就会知道工程才是你生命真正的喜乐 因为工程必定成就 然后你这一辈子 一心理受天上来的恩典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 这知灵天上的恩典是怎么来领取 弟兄姐妹 所以你为主做工程 其实是被你赚到 好 有一天我们又与主同在 好 那弟兄姐妹 讲到这些 我要先跟大家讲 这个礼拜所发生的故事 那这个礼拜 我们所发生的故事 我们因为安息收 所以我们到琉球去 那琉球有一个好处 就是又近又便宜 那我们去总共加起来这个机票 住啊 总共才不到八千块 那我就可以四五天 那我们就这样走了 然后 那有人就告诉我们说 牧师 你如果去的话 琉球有一个教会 很棒哦 日本一百人的教会 就是端八教会了 但这个教会 已经到六百多人了 琉球 沃尔沃 比我们的小琉球 还要大的琉球 好 弟兄姐妹 那那个 那个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就 但是在哪里 我也不晓得 后来我们一起问 然后才知道 有一个我的好朋友 肖祥修 跟他们也熟 那我就打电话给 祥修修说 你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 他就说 好 我帮你介绍一下 然后介绍完 他们就一个人传过来 说欢迎我们去 那我怕打扰他们就说 我们十一点到十二点去 那我们团员就说 不好意思啊 你写十一点到十二点 人家会说 你是不是要来吃饭了 那我们就跟他写说 我们一个小时去 然后我们十二点 就会另外有行程 那就比较放心 然后去的时候 他去的时候 他就说 好 会来欢迎我们 那我们想法就是 我们去的时候 他们打开门 能够抬一个人来跟我们解释 那就很不错了 让我们拍拍里面照片 因为里面很棒 然后牧师说 牧师也会来 哦 这还不错 还不错 那我们去的时候 到前一天晚上 我们进旅馆 哇 他们说 哦 扣赏了 有一个一斗先生 就是牧师 教带你们来的时候 哇 所有花还有一些礼物 都摆满全部 都给你们 那个水果 这个吃都吃不完 我们吃到最后回来 都还吃不完 那些水果 我们吓一跳 哇 怎么那么丰富 那我们就说 完了完了完了 明天如果我们到中午 就离开会 不好意思 我们就开玩笑 哎呀 跟他们讲 其实不用了 不然就一点点 撒西米也不错啦 当然这些全部都是我们 私下开玩笑的 都没有讲出来 都没有讲出来 那我们一进去的时候 哎 你知道吗 这个一打开 他们狼听 一滴进来 我们到进去的时候 外面都没有人 一进去 然后一个人就 欢迎我们 然后从那个楼梯 跑下三十几个 哇 排整列 哇 握手 欢迎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哇 大震战 我们就惊讶的不得了 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 你们先参观 那就带我们参观 那里面真的很漂亮 我希望有机会 你到琉球一定要去看看 那这个故事 那个教会真的是很不简单 等一下我会讲 为什么今天也要分享 这个教会的理念 跟我们一样 就是不断的分享 不断的分享 然后我们在他们的教堂里面 真的全部都白色的 然后那种感觉就是 日本的时候那种干净那种 那种整个整街 哇 真的 叹为观止 这是最后我们要离开的时候 他们同工还有 我们一起走的时候 他们还在门口都没有离开 到我们车子开走 他还是冲出来跟我们再见 那我们全部参观以后 我就发现他们很神秘的告诉我们说 最后这个门 然后他就有个人在门 准备打开 我们旁边就说 他们是不是要给我们一个惊喜 我说感觉很像 然后一个人要走过去 他们就说 等一下 我就越来越像 那我们进去吓一跳 哇 你知道吗 哇 整个大厅白满的那种餐桌 真的国宴一样 就像国宴一样 然后有没有撒西米 你看我们这姐妹吃的整排 哇 那个撒西米到后来吃都吃不完 然后他们的所有菜 他们全部都自己做 然后我们八个人 他们动有四五十个人 在那边接待我们 然后这是他们的一种牧师 他们亲自 原来他在里面一直等候 要给我们惊喜 然后他们另外一个牧师翻译 牵口 然后他们在那个地方 对我们真的是感觉很 然后我们坐下来吃 这我们常坐一个人 好多东西 吃都吃不完 然后 吃到一半 突然门打开 有表演节目呢 他们穿着正式壶装来表演节目 那在今年末年青草地 我已经把其中一个表演节目 弄出来 说这个是他们传统舞蹈 不是这个另外一个传统舞蹈第一名的 不晓得是崇神第一名 还是日本第一名 然后后来一个崔 那个英格兰迪的 也是他们那个第一名的 都很厉害 然后最后他们一起唱歌 简直是那个天衣无缝 那我们有机会再放给大家听 那这些表演节目一直出来的时候 那我们就受宠若惊 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们说 他们怎么欢迎我们 怎么爱我们 那时候我就发现 主啊 为什么我们小小人物 每次一出国到哪里 都是如此国王般的礼遇 我们上次去云南也是 看到教会 找最大教会进行 想说能够参观 那地方就不错 就到后来变成我们带敬拜 我们讲道 然后最后一个一个祷告 我就到每个地方 基督屋 每个地方都充满了神的恩典 而且那种好像天上来的那种尊贵 君尊的祭司一样 在我们的行程里面 再次去威纳或者去哪里 我们都在当地的教会 好像君尊的祭司到处都是这样 我想跟他分享 这次等一下会把这个故事跟他分享 然后我还要分享另一个故事 我们去琉球的时候其中一个行程 就是去看他们我们说那个甘铁英雄的甘巨林 然后那个地方 我们才知道我们常听的刘凡岛的故事 那是最惨烈的一个战争 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 但是刘凡岛两边 那个每日死完三万多人 三万多人 但是琉球的战亿死完二十万 二十万人 然后我们去参观他们就 我们看到祭曲里面有一个 美军在打下的时候稍微休息一下 突然日军一出来 日军出来不是从前面攻击 是突然在你四周围就跑出来 他们说他们是从哪里出来的 然后美军就立刻被打垮 因为他们的战壕都在四通八达在下面 那我们去参观一个战壕 在那个战壕里面 我先让大家看看图片好了 这个就是四百公尺的战壕里面 听说几四千多人 那所有地都是里面都 他们说这里有一个鬼魂 黄色的 这是我啦 我拍照的时候 那现在我看的这战壕是这样子 然后世关的有一个空间 世关空间全部都站着睡觉的 挤到那种地方 然后我模拟他们从战壕这边 一杯冲出去 那我就在这边模拟一下 耶 一杯冲啊 跑出去 他站好门口外面看起来都是一般的山笔 然后一打开就是一群人冲出来 就杀杀杀杀杀 那我现在想就说 二十万 看图片断手断脚的断头的 然后那个平民 那个脚炸到烂为止 那个 弟兄姐妹 我只想跟大家讲说 我们今天生活在没有战争时代 是非常喜乐的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 这是日本付出很大残烈的一个代价 今天日本跟我们是朋友 那时候日本跟我们是敌人 那弟兄姐妹 时代在说一个故事 时代在说一个我们平安 第一个说一个恩典 第三历史上的红锅 告诉我们根本没有敌人 是我们的人类在制造人类的敌人 今天在恩典当中的时候 我们都是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所以传入今天可以跟我们在一起 感谢神我们的朋友 如果今天在这二次大战的时候 他可能没有办法这么自由在我们当中 那弟兄姐妹 我还是感觉在日本的时候 当他们在唱歌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很感动跟他们讲说 以赛亚耳耐所说的 东方的海岛的歌唱 我突然感觉到 不是我拍马屁 我只是说以前我就是台湾 现在我觉得台湾 琉球 日本 都是东方的海岛 在末后时代要一起起来唱歌 唱一声 我也告诉他们 我们上次去东京 我们去那边对仓库的 随便拿一本 随便翻开一页 上面就是高静严均 我说这个故事的时候 结果那个一头吓一跳 因为他也是东京圣教会 圣经书院毕业的 然后他也就说 我们就好像一家人一样 所以心里面我常常觉得说 生命里面 我们教会不断挖掘神迹奇事 不断挖掘这些生命的祝福 而这些生命的祝福 祝福我们 让我们惊讶的不得了 好 我们把这些祝福跟惊讶 他留在我们脑海里面 那我们继续来说 继续来说 当我们说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睡的时候 凭什么说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睡了的人 凭什么说 你真的是吗 对我姐妹 这世代很多人说是信主 但是后来却没有得着 没有得着 这是圣经常常告诉我们 你要留意 很多人说他是 但是到后来却没有得着 而且圣经说的是 没有得着的比较多还是比较少 比较多 比较多 很多人走的那条路 他们就进入到灭亡当中 而自己不知道 因为有安全感 那比较少的人走的路是比较难 之所以比较难是因为大家不认同 因为你要付代价 弟兄姐妹 所付代价神不会跟你要扛很多东西 因为神没有要你扛很多东西 神要你思想付代价 也就是说 一 你不用扛很多 甚至 甚至你愿意走主的道路 在思想愿意走主的道路的时候 反而扛的更少 因为圣经有说过 你的二四什么 容易的 但只是轻神的 所以都是在你这个想法 你在选择你的生命 你最好 最好不要一直在神面前说我很忙 我告诉你 如果你在神面前一直说你很忙的话 你在这边输了 魔鬼赢了 你会一直忙到累死 代价 世界要你扛的代价很重 你这个时候 我不是 我不是很 说我忙 而是我愿意相信的时候 突然你发现 你不怎么累 但是完成了工作很多 我们教会完成工作真的很多 但是我们却不累 有没有阿们 其实真的 我们教会的牧者 真的完成的工作很多 但是仔细看大家 每个人还是生龙活虎的 然后在教会里面跃跃欲试 你叫他们换教会 到别的教会去当牧者 他们还不要 因为在教会里面 牧者有一种 有一种 树林里面的一种安慰跟喜乐 在安慰跟喜乐里面 是胜过世界所有的 弟兄姐妹 我简单说 其实神给我们恩典 神给我们恩典够用 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这次去 然后我们为了省钱 然后我们就租车子 租车子有两种租法 一种是我们一起租一台大车 租一台大车 假设 租一台大车要七千块 租两台小车 加起来总共只要四千块就好 两台小车因为一台两千多 租一台大车要七千多 那大车性能比较好对不对 空间也比较大对不对 小车性能比较少 后来才知道 小车只有1.3而已 但是没想到 如果你要走遍流球的话 海绵 Fall 流 weather still 小车� dev 小车滑沢 那个高超滙 其使高 排队十几 各个 那你开一个 开个三千五百roph require 跟开一个53cc的 都一样可以游 游流球 那你为什么要 一定要说我要那么的丰富 其实人生一样 人生省给你的只有1300cc的小车 就好像你的身体是1300cc的小车 但是游变你这一辈子够用 而且更轻巧 那我们要了解一件事 就是说你所得到恩赐 其实够你用 够你用这四代 但是你如果一定要很丰富的话 第一 走的路跟那个他们走路 跟那个1300cc走路是一样的路 第二你要付出的代价非常的大 空间等等都很难容纳你 那我们也在生命里面 我们都浪费很多时间 在要求更多更大的恩典 其实神给我们的恩典够用 然后接下来就是 重点不是你的恩赐有多大 重点是你走的道路有多荣耀 你走道路是荣耀的 你开个1300cc的 到教会到哪里 大家看到的就是荣耀 你开着大车 然后你的生命没有神的生命 你到任何地方人家不卖你账 你到那个教会 我是哪里总经理 人家才不理你 你带着什么 我是什么身份 人家不想跟你讲话 但是你开着小车 你的身份是神的仆人 大家把你当作军婚丸一样 我常常在觉得生命里面 什么时候人知道什么叫道路 什么叫做恩师 恩典 大家求恩典的时间 浪费太多时间在求恩典 有恩典没有道路 这是虚空的 这是虚空的 那恩典够用 但是道路非常的强烈 这叫君尊的祭司 我再讲一次 我并不是说恩典不重要 但是恩典绝对够用 有没有阿们 神你的恩典够我用 这不是我说的 是谁说的 保罗或者你说圣经说的都可以 弟兄姐妹 应该是神告诉我们的 恩典够我们用 而且你愿意夸自己软弱 恩典更多 好 我们现在在神面前来试一下 这是一个东西 然后接下来他论到一个 你如果确定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睡的 好 先确认下面这一点 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说 一开始 刚才那是最后 第四章最后说的 但是我们从前面开始说 其实我要勉励你就是 怎么讨神的喜悦 怎么讨神喜悦 神的旨意就是叫你们什么 我们也晓神 神给我们命令是什么 神给我们命令就是祂的旨意 就是我们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就是守着自己成为一个圣洁 单纯 听众姐妹 在生命里面 你很单纯的在神面前说我敬拜你 而我如果得罪神 我赶快回头 从你回头那一点 记得喔 弟兄姐妹 我希望大家都了解 死亡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 你回头这一点到死亡那一点 连起来叫做完全 千万不要从你不要从你那个受洗那一点开始连喔 从你受洗那一点连到60岁 61岁开始算了我不要了 我跟你讲你前面连多少都没用的 都没有用的 所谓完全是你在神面前翻过来 相信神从那一点开始到你死 那一点那些日子就是完全 因为你决定认识主以后不再改变了 那神就告诉我们说 那就那个完全 也就说我们得着恩典的是救赎 而不是得着证书 你得着的是救赎 也就说你20岁得着恩典跟他50岁得着恩典 是一样的十字架的保险 都是一样的叫十字架保险 你不撑住 但是人家撑住了 那你就失落了 那如果失落的话 我们不是失落人乃是失落神 神把圣灵给我们 就是帮助我们分别为神出来 分别为神 这个我们每个人需要有更多的 在神面前单纯的心 所以你们每次来祷告会 其实就是为了这样一个单纯的心 而这单纯的心很难受 我跟我们的同工 预备在月底我们有个国事论坛 这国事论坛是针对这次公投之后的 公投之后的这些 论调跟反省 然后他们要年轻的牧者 那我就找我们教会年轻的牧者去 然后结果讨论完他们就说有一种 一些大教会告诉我们说 他们这次在公投的议题里面 绝口不提公投 因为年轻人听到公投就反弹 所以他们绝口不提公投 所以他们在教会里面 传呼应的策略里面 绝对不提公投 因为这样子会让那些人不高兴 就不来教会 然后他就问我们教会的牧者 那我们教会的原则是什么 那我们教会牧者跟他讲说 刚好相反 我们教会在公投议题上 是每个礼拜发动所有牧区 通路出去来宣传这个公投 就算有多少困难 我们还是前往 然后在那一天我们动员 教会有那么多的事情下 我们动员500多人到高雄去 一起来呼吁 那这个高雄的这个教会 反而在高雄他们 在教会里面绝对不谈公投 然后我们就说 那这怎么办呢 两边教会的议题是不一样的 校园也绝口不谈这个公投 年轻人的部分都尽量不要谈 我心里面其实我蛮伤心的 也蛮生气的 教会什么时候 开始怕这些事情而不敢说 但是我们教会 不是在传 就好像你谈公投等一部传福音 我们教会传福音是很热烈的 但是我们一一道公投的议题 绝对不回避 我们欢迎所有的同性恋来我们教会 但是我们不欢迎同运分子来 对我姐妹 你说也许同运分子需要呼吁呢 我告诉你 不一样 不一样 你不要以为同运分子叫做他们需要呼吁 所谓同运他们已经有 里面已经有他们的神了 他们一进来就是笑 就是笑 所以你要在这世代里面 我们为了让这些同性恋者有出路 我们一定会欢迎所有同性恋的 来到我们教会 而且我们会非常的爱他们 但是我们不欢迎同运的任何的论调 进入到教会 而这世代里面我们人要这样说 弟兄姐妹 神的旨意要我们这样子分别 我们神的旨意分别的清楚 有一些论调就会不以为然 但是却会让教会更加的完全 而且谈到为时代化身 没有人会有争吵 虽然有些人立足也不一样 但是他们却在教会里面不成为影响力 整个教会往前走的力度非常的强 我这一次蛮难过的就是 在台北大安区市里这几个大区 在公投上反而都是输的 所以你知道吗 在同一分子里面他们就说 这一次公投好像反同的都那么大色 是因为中南部那些 那些就是愚蠢的乡民 所以你知道年轻人的世代已经被影响到一个地步 我们如果到年轻人的地步还不敢说的话 那下一代死得更惨 教会不是敢不敢说 教会是健康的教会 什么都不怕 我们要赶快建造健康的教会 不要绕着议题一直讨论 不要绕着议题一直讨论 教会如果健康的话 什么议题都不怕 从我那个时代里面 我就开始辩论了 我最早辩论的是什么 我最早辩论的是中美断交 那时候 基督教被化为跟美国同样的 所以中美断交 基督教被人家攻击得不得了 我从那个时代就开始辩论 辩论到后来异端的辩论 异端的辩论后也开始政治体系的辩论 然后到道德问题的辩论 在教会跟教会之间 然后在临任的辩论 一直到现在还在辩论 基督姐妹 不要怕 不要怕 只要有人反对 我们就回避 那个就是缩头无归 那我们今天在这世代里面 我们要了解 所以我跟我们同同讲 到时你一定要勇敢的讲 在这世代里面 这世代里面 我多么盼望 教会有一群勇敢的战士 我们教会都必须是战士 而战士的心情就是牧人的心情 他的格调却是私人的格调 这样子全面性的这些 这些牧者将会成为弟兄姐妹 一个很温馨教会的最后一点 圣经告诉我们 在第九节继续讲 论到弟兄们的相爱 我们不用再多说了 你们早就知道 这里要说一个立志做安静人 办自己的事 这是什么事情呢 这是什么事情 我先用一个比较开玩笑的说法 来跟大家讲 大家就必须能了解 有没有 弟兄姐妹 一般人会不会犯错 会 你会不会犯错 也会 对不对 那犯错的时候 那大家是交相指责还是什么 其实我们用开玩笑的方式来讲 这次我们去琉球 开车是靠左边走 所以驾驶在右边还是左边 右边 右边 我们都已经习惯在左边了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想 除了油门以外 上车就要想 除了油门以外 其他全部都相反 然后绕圈要绕外面 然后这边左边要绕里面外面 转弯右边要绕外面 然后你知道吗 一个叫做正驾驶 一个是护驾驶 护驾驶在旁边 一开车都出现相同的画面 护驾驶一直骂正驾驶 笨啊 两边都一直打相反 一直打相反 当然自己家人就很好笑 在后面就变成好笑 护驾驶永远骂正驾驶 然后开到下一段换人开 一换人开的时候 一样的问题又开始 本来正驾驶变成护驾驶 骂相同的话 我在那里就觉得真的很好笑 这些小孩真的是 到最后一天早上我自己来开 其实我以前在纽西兰开过 但是那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 你知道吗 我一开山路 第一个发现就是 雨刷开始动了 这第一个动就是雨刷动了 因为我一开山路 一定要走那个方向等忙 每一个人一开动就是动雨刷 所以大家都不要讲别人 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自己有很多的盲点 然后自己会修正 对不对 自己会修正 好好在弟兄跟弟兄姐妹当中 觉得有一些生活上的事情 就不要挑剔了 在真理上要执着 在生活上的一个就不要挑剔了 自己好好做好自己 但是如果自己不愿意做好自己 那又另当别论了 所以圣经说立志做安全 自己做事 然后在外面的人看到 你所做的事情 是一个好榜样 你很快就进入状况 你也不能硬着说我不熟 从头到尾都不熟 然后你到 跟人家碰撞以后才说 我不熟 不熟不能当做理由 知道吗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会修正自己 所以我们在那边虽然不熟 但是没有出过任何的问题 那就是生命里面的喜乐 弟兄姐妹 我们最近有一个牧人的问答 会问很多很多问题 外办人拜拜的问题 什么的问题 我劝大家问这些问题之前 先做好准备 那些问题一定会有的 但是你先做好什么准备 先做好自己有个好见证的准备 如果你平常有好见证 以后出什么问题还是会出现的 但是因为你有好见证 已经好说多了 你说家庭能不能拿香 我跟你讲 你一定要坚持 但是幸好你平常就有什么 好见证 那时候你说 本来还是会有争执 但是好说多了 你在公司里面要请教 要敬拜神 当然一定会有问题 做假账一定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因为你平常有好见证 那时候就好说多了 弟兄姐妹最怕什么呢 最怕平常你比他们还要尖酸刻薄 比他们还要投机取巧 比他们还要好吃怎样 懒做 如果你这些都有的话 请你拜托你不要传呼音 因为他们说 天国都像你这样子 那我不要去天国了 弟兄姐妹 请大家 向外邦人面前能够知道 你所有形式 自己对得起自己要做好 一定会有差错 但是自己修正能力很快 那你自己修正能力很快 这些事情成为外邦人的好榜样以后 弟兄姐妹 你就回到这里 圣经所说 告诉我们说 今天你在神面前 请记得在耶稣里睡的人 也就是说 从你现在开始 到你有一天离开这世界 你每天都要过得很快乐 我现在就是每天都过得很快乐 真的喔 而且很期待明天 然后我期待明天 并不是期待我明天更好 我知道我的身体 我的什么一切渐渐衰弱 但是我期待明天 看见耶稣基督再一次荣耀的日子出现 所以我很期待明天 我期待说明天 那有一天我会在耶稣基督里面睡了 那时候我会发现 这段日子我每天都很快乐 那第二个 请记得 你在神面前要成为单纯的人 要分别为圣 弟兄姐妹 圣经里面我常讲 穿上属灵军装 第一个军装就是什么 什么 袋子树上 用什么 真理 我弟兄姐妹 没话说 第一个事情就是叫你分别为圣 就是分别为圣 不要跟世俗沾染在一起 所以你如果说 这个 圣经讲得没错 那当然是一个原则 但是也要看世界人家的喜好 弟兄姐妹 你讲一次我就生气一次 你不要说有人会这样讲吗 我跟你讲 每一次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好听话 一有事的时候 我真的听得千百次了 每次都跟我告诉我说 牧师那也是要看人家的喜爱 要看大家的看法 圣经那是一个当作原则 也不一定 摩西那时候也是看那时代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不一定要用摩西的方法 弟兄姐妹 刚才我们唱歌有没有 你看见 我要看见什么 看见摩西 只会唱歌 然后到后来 摩西滚一边去 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都会这样子 弟兄姐妹 我们相信 然后最后立志做安庆人 也就是说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榜样 不要一天到晚好吃难做 不要一天到晚只会抢一曲好躲 在任何事情上成为好榜样 生命里面有一天你会知道 当那号筒吹响的时候 在生命前是与主永远同在 弟兄姐妹 永远同在讲得很高兴 其实没有时间 要不然大家应该看看 要不然只有两种 第二个就是地狱的火 很可怕的 永远的刑罚 永远的刑罚 刑罚很多的牧师在里面 刑罚很多的长子在里面 他们都是站住位置 而不做工的 站住位置不走道路的 弟兄姐妹 在生命里面 你会看到祭司长会在那边 你会看到很多的犹大也在里面 都是得着恩典的人 你会看到扫罗也在里面 扫罗也在里面 扫罗也在里面 对扫罗一定在里面的 一直到最后他还是得罪神 教鬼的事情 他已经得罪神那么多次 到最后还是一样 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 这些都是领受恩典的人 以后都会在地狱里面看到他们 我们希望我们在生命里面 领受恩典那么多 赶快在神面前抓住 主啊 我要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 因为圣经说过 在基督里睡了的人 他一生做工的果效 随着他到永远 全部喔 你这一生做过十件事恩典 十分全部都算 全部都算 而且还可以提领 所以我这一次在爱之家 白之家教会 当然我们看到这些 我们同学都说 牧师你今天提领好多喔 真的耶 真的 就是神的恩典 你都把它提下来 每天都可以存款都可以提下来 而且超过你所求说这样 真的 如果你不也相信的话 你只好一直忙碌 跟神说主啊 我会忙 弟兄姐妹 圣经说过不是我说的 照着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句句定准你的罪 你说你很忙 我就让你忙到你死为止都很忙 弟兄姐妹 我要雇我的家 你就到死为止 你的家都雇不完 雇不完 雇到后来儿女都背弃你 不跟你讲话 弟兄姐妹 你如果从小就带儿女来敬拜神 你的儿女一辈子与你同心 一辈子与你在主的爱里面 一起得着神的祝福 有没有阿们 弟兄姐妹 有一些生命里面 你的儿女不一定会念台大 也不一定会念哈佛 但是弟兄姐妹 他们所享受的恩典 会比这些都还要丰富 我求主能够保守 我们在座 我不是说高学历高收入是不对 弟兄姐妹 那绝对是恩善加恩 但是那些恩善是十分加十分 但是如果你要享受神的恩典的话 那是千万分的 千万分的 所以不要顾念地上的事 要顾念什么 天上的事 但愿我们在神面前 每次祷告会 都能看见 神在其中 对我们每个人说话 我们请目着善来 我们求主能够保守 在我们的故事里面 每次的祷告会里面 每次看到 出了意外的平安跟喜乐 永远在我们的故事里面 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 我们求主在我们的祷告里面 看见 我生命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强壮 我生命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的 得着上头来的祝福 我不再害怕我的明日 因为我的明日在主的爱里面 我在生命里面享受这恩典够我用 真的够我用 弟兄姐妹 闭上我们的眼睛 我们来为自己祷告 求主能够保守 让我们的祷告 在生命前蒙祂的喜悦 蒙祂的喜悦 你在生命里面 圣经说到那日子 以色列各支派 他们都有神的印记 他们额头上有神的记号 他们都要来 都要来 成为那出手的果子的代表 弟兄姐妹 你的生命就是这样子 神已经为你预备好了 你在现在开始 一直到建筑面 都不可以离开神 而且都要用温柔体贴的心 在神面前 同心合一 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合一 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 在耶稣基督的平安里面 在耶稣基督里面睡了 有一天就是这样子 不再有害怕 不再有分离 不再有任何的恐惧 但是每天都充满得神的故事 跟君主的祭司 每天从天上领取的恩典 超过你所求所想 因为大家看得出来 你是神的仆人 你一定要这样做 你一定要这样做 不要怕 弟兄姐妹 你愿意在生命前 成为神所呼召这样的仆人 能够在生命当中 一直分别直到建筑面 这是一个印记 你愿意的话 请到前面来 我们要为祢祷告 我们在生命里面 在这样祷告里面 再次说 神啊 我爱祢 我愿意相信 神在我生命里面 这样宝贵的故事 那个脚步走出来 是一个神在圣灵里面 告诉你说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那不是随随便便的 那是在真挚的 在神面前的祷告 神告诉你说 你不要一直说你很忙碌 不要说你不行 不要说你没空 不要说你要去买什么 买什么 你在忙什么 听众姐妹 你所忙碌的 会成为你生命的控告 但是你在以神为第一优先的时候 神会示给你 不管是感情的问题 学业的问题 生机的问题 都超过你所求所想 听众姐妹 我们是这样经历过的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所以我活在这其中 多么多么的快乐 来到教会就是我最快的事情 因为那是真的 那是真的 我们为自己祷告 你一定有特别的重大 你的重大跟别人不一样 你要写下 你要重大 下次能祷告 我们开口为自己祷告 哈利路呀 我们的牧者也可以特别为他们祷告 我们牧者如果看到下面有哪个弟兄姐妹 你特别想要为他祷告 不一定等他 你也可以直接到他那里去 告诉他说 请你等一下留下来 我要特别为你祷告 如果你有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下去 你可以为你的 为了你的弟兄姐妹在此其中 看到他们 可以说 我等一下要特别为你祷告 我们要预备你的心 亲爱主耶稣 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到这里 我们的弟兄姐妹 生命是何等的脆弱 但是今天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 我们变成肝强壮大 我们不再害怕 我们生命在2019年 要成为耶和华强盛的军队 我们要成为耶和华所亲自选招的军人 我们要成为战士 我们要成为牧人 我们要成为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 在思想意念里面 成为神所喜悦的诗人 我们所成为的牧人 我们要开始看见 那温柔的感动会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成为战士 我们会看到 干强撞打的脚步在我们身上 我们穿上树林军装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不再害怕 因为那真理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保证 我们真理走在这其中的时候 我们发现那喜乐的心 成为我们生命的良药 自从那一天开始 我们不再害怕生病 因为你的良药是给我们生命 一天一天的医治 超过这世界所有的医治 你是给我们生命的公义的宣告 让我们在你面前看到 我们生命充满的勇敢 并且我们一宣告 我们就分别出来了 也求主你帮助我们 那出黑暗入光明的日子 在我们当中 天天都出现神的爱 并且让我们坐在平安的 福音的邪的道路当中 我们看到神迹奇事天天都发生 并且那个神迹奇事 是神与我们同行的 每次祷告说 与求主与我们同行 但是如果我们缺乏了福音 我们就很难有神同行 帮助我们用福音的脚步 走在这其中 也帮助我们用信德的藤牌 让我们在生命当中 挡住所有的火箭 我们就不再害怕 因为你让我们有信心 我们必定进入到应许的加拿地 在那地 使我们跟我们家人 成为永永远远的祝福 在那里我们得到安息 这是我们的故事 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故事 今天圣经里面的故事 由我们继续来写 让我们写在这其中的时候 跟圣经说故事 我完全都属乎神的意念 成为神的喜悦 求主你保守 让我们今天弟兄姐妹 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 我们卸下一切世上的一个烦躁 世界的重担 世界的痛苦 因为在你手中 必出现出人意外的平安 这世界虽然有苦难 但是你已经胜了这世界 在我里面的比外面更大 求主能够帮助我们 那常常的耶稣就在我们里面 成为生命里面的救恩 并且成为生命的喜乐 献上感恩 这世代还有很多的征战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不是挂着基督徒的名号 我们乃是很清楚知道 我们是基督的仆人 让我们在其中向着标杆直炮 真的一步都不能退后 一步都不能退后 也不能偏离 谢谢你 让我们在你面前 专心仰赖耶和华 这是我们的祷告 耶稣谢谢你 这么爱我们 献上感恩 祷告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把荣耀归给谁好不好 感谢神 感谢神 各位姐妹如果愿意 还有我们的牧者 如果去跟你讲说 希望你可以下来 我来过去 你如果不开约 没 руку 解决